那我們這樣蓋好以後呢 我們就先來做這個防漏測試 像這樣子 好先到一半 給大家看一下 沒有漏 再往下 其實壓力蠻大的 因為它裡面 裝了蠻多飲料 可是我們看 還是沒有漏 所以呢 就讓大家知道 它的防漏 是沒有問題 今天的最後面呢 有大家期待的抽獎時間 所以請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後 並且要開啟CC字幕喔 折折開箱 台灣呢 就是一個喝飲料的天堂 所以這個 我們永遠都有這個最新的環保杯 可以來介紹給大家 那我們今天要來介紹的這個飲料杯呢 我覺得大家也可以好好來關注一下 因為它是由非常有名的Walky這個品牌推出的最新款的飲料杯 其實Walky這個品牌呢 之前也推出過非常多 非常受歡迎的飲料杯 不過這一次他們推出的叫做Walky Thai混源杯 是他們第一次呢 使用純鈦材質來製作的環保杯 那呢 這個其實鈦金屬 它有一個最大最大的重點 就是非常的輕盈 那我們現在這個 在我面前呢 其實有它三種顏色 那我覺得它這個鈦呢 其實做的還蠻特別 因為它外層是做成消光的金屬色澤 其實如果你有在外面買過像鈦的杯子 它很多會是比較亮亮的 裡面呢 它就比較是我們一般看到的鈦杯子 它會有的這種很像 鑽石表面的這種 亮面 那整 其實 整個 手拿起來啊 你第一個感覺就會是 哇 比你想像中的來的輕很多 它只有310克的輕量 它裡面也採用的是雙層真空斷熱的一個設計 所以它能夠達到6個小時的保溫跟保冰 它還有一個很大的好處就是它不沾色 不染味 對於人類的神經跟味覺也都沒有任何的影響 就是在喝的時候你會覺得很安心 那我們 我們再給大家看一下杯蓋裡面 首先就是它的杯口是很寬大的 所以呢 也是一樣就是我們在清洗的時候啊 容易可以把手就是伸到 裡頭去清潔 讓它可以被清潔得更乾淨 它的口徑有8公分的寬度 好那我們再來跟大家介紹它的杯蓋 首先呢 其實我覺得它這個提把的設計就蠻貼心的 你看我們剛像我們剛拿的時候 就可以這樣提起來啊 就不用再去搭配什麼 飲料提袋之類的 好那它裡頭呢 其實有一些矽膠的這種配件啊 但是它這個矽膠配件都是可以 拆下來清洗 然後 也可以做更換的 讓它呢 在使用上可以更永續 我們再仔細看它上蓋撥片的這個位置喔 它這邊是有一個 類似像開罐這樣 把它這樣往這邊推 然後再打開來 就是一個像這樣的設計 它這個撥片升級之後加入這個 彈簧開蓋的部分 它其實是參考了 一萬名消費者的真實使用回饋 希望它可能會有一些可以就是 泄壓的設計 那我們打開撥片之後 我們看到這邊有一個吸管孔 它這個吸管孔其實是有做擴大的設計 來跟扭扭彈跳 粗吸管 來做搭配 那這個粗吸管它付給你的是這個Tricon材質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它內裡的部分 內裡這個地方我覺得也很特別 因為你看它採用的是一個 圓弧形的設計 圓弧狀呢 是讓你更好清潔 去擺脫掉一些凹凸凸的這種 殘污納垢的問題 好那我們現在呢要來進入測試的環節 進入測試的環節的時候呢 我們來改用這個透明杯 讓大家比較可以看清楚 我們杯身裡面 運作的狀況 因為我們其實主要是要測試給大家看 它的這個防漏以及 等下裝氣泡飲嘛 然後還有我們要吸這種有料的飲料的時候 會怎麼樣 然後來搭配我們剛剛的這個 升級的杯蓋 那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啊 它的杯身的容量其實很足夠 因為我們剛剛有講的它是770毫升嘛 那我們就裝了這種 大杯的飲料之後 其實都還有剩 蠻多的空間 那我們這樣蓋好以後呢 我們就先來做這個 防漏測試 像這樣子 好先倒一半 給大家看一下 沒有漏喔 要再往下 哇其實壓力蠻大的 因為它裡面 裝了蠻多飲料 可是我們看 還是沒有漏 所以呢 就讓大家知道 它的防漏 是沒有問題 我們就來 喝喝看 這個彈簧開罐的部分 我們就像這樣把它打開 吸管就像這樣彈出來了 那你就可以直接來喝 其實也不會碰到手 所以是 很衛生的 其實是可以吸得到 然後 蠻好吸的 那喝完之後呢 你就再像這樣子 把蓋回去 這樣就好了 你看過程中 其實 吸管都沒有碰到手 所以是蠻衛生的 好那再來呢 我們就是要進行這個 氣泡水的測試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氣泡水呢 裝在這種飲料杯裡面 它就是會慢慢有氣 那有氣就會產生壓力 會膨脹 那因為它這次有特別做這種 可以做泄壓的設計 所以我們一樣也來幫大家 測試看看 那我們先把氣泡水倒在裡面 好氣泡喔 那你其實像這樣 杯子整個蓋起來的時候 它的氣泡水就會在裡面 哇 慢慢的就是 產生壓力 我們就把它打開看一下 是什麼樣的感覺 其實就很平順的 就打開了 我現在喝一下氣泡水給大家看 很氣泡 雖然我不是很愛喝氣泡水的人 但是我知道很多人是喜歡喝氣泡水 所以 喜歡喝的人就可以考慮選擇 這種型的杯子 我們剛剛除了介紹杯子以外 我們現在來講一下它的配件 除了我們剛剛已經有介紹到的 這個 Triton的這個 扭扭彈跳 粗吸管 之外呢 你還可以加購它的這個 是鈦的材質 扭扭彈跳 鈦吸管 霧面金屬的 質感 好再來呢 就是它的這個 AG47隨身杯帶 它也長得非常酷 我覺得很有未來感 它其實是有一個 這種比較長的 可以調整的杯帶 另外呢 它裡面還有一個 小的這種 提的 比較短的這種 提帶 把你的杯子 直接 像這樣 裝在裡面 就像這樣帶著 也很好看 再來呢 還有一個是叫做 冒險家 隨身杯帶 它這邊可以 扣住這個 一個 矽膠圈 然後跟這個 杯身 這樣子 套在一起 你就可以在這個 上山下海的時候 用這種方式 把它攜帶在身上 因為 一定要隨時幫自己補充 水分 還有 無痕 防刮保護底墊 因為它整個杯身是純鈦 所以呢 你下面再加一個這個 矽膠的 防刮保護底墊 除了防刮防滑以外 又多了一種層次感 我覺得看起來 其實是 很好看的 全部的顏色 我們把它放在這邊給大家看看啦 從這邊開始呢 就是灰墨色 然後 橡白色 然後這是藍沙色 然後還有這個 幹青藍 那呢 如果你想要了解 關於這個 Walky Thai 魂圓飛的更多資訊的話 你可以點擊下方的 YouTube shopping 圖片連結 那記得要關閉 廣告阻擋器 才能看到最優惠的資訊喔 那我們這次也得到了 專屬的折扣碼是 ZEC30 只要你輸入這組折扣碼呢 你就可以來折30塊 那我們今天要送出的獎品呢 就是 泰魂圓碑 教你完成一下兩個步驟 第一是 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讚影片 開啟小鈴鐺 第二是在影片底下留言 hashtag 折折開箱 就有機會可以來得到 Walky Thai 魂圓碑 那在留言的時候 除了可以跟我們分享 你最喜歡的顏色款式之外呢 然後會想要拿來裝什麼樣的飲料呢 也都可以來跟我們分享 請大家踴躍來留言 我們今天的開箱就到這裡 下次再見囉 掰掰